东兴大帝 名夺左右二城 其意却在东兴 将军所言极是 司马昭身至东兴乃我东吴第一紧要处所 东兴有诗 则南郡武昌威矣 正是此语 将军可否引三千水军去江上去救东兴 丁凤敢不孝命 靠岸 看 吴军战船 靠近 快去评告将军 是 快去 丁将军 看 如此进兵 不过三十只船何举之有 将军 须防吴兵袭击迎战 将军 我军立足未稳须防卫兵 靠岸 是 将军 敌军由东吴老将丁凤率领 战船上未见多少兵士 也未见援军接应 丁凤本领不过如此 回应 走 大丈夫立功名 曲富贵正在今日 杀 将军 将军 真有务必杀你打赢 快 大勇大大 啊 东兴一战大获全胜 司马昭兵败北归 此时正好成胜进取中原 我已前使入蜀 也将为并立乏位 不可不可 太傅北伐中原 京城报国忠心可嘉 怎奈入春以来久汉不语 此时出兵恐与我军不利 大胆讲言 太傅 俺敢出此不利之言 乱我军心 推出去 干 太傅 慢 太傅 讲言出言无状 念他一片忠心 还求太傅 法外开恩 太傅开恩 将其贬为数人 控除营去 是 走 走 太傅 北伐大计十位国家 一鱼之箭 为新城为总爱口 若先取此城 敌将破胆 好 传令三军即刻起兵 直取新城 敌相 传令 进军 驾 传令 攻城 是 老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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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染重病 万万不可垂液降车 百战沙场 马隔果施而还 乃是金凤平生所愿 区区小病 何足挂齿 来马 老将军 将军 老将军 将军 将军 走开 将军 将军 瞧 别 Fort 快 放 开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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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快点 大将军 吴贼太傅诸葛克率兵二十万攻打新城 守城衙将张特与吴军相持两月之久 现送来加急战报 请求援兵 否则新城不日将破 于松主部 在 你看 主公 今诸葛克围困新城 不可与战 何出此言 吴冰不足为虑 而西蜀不可不防 自曹爽逆党被诛杀 其亲族镇守龙溪的右将军夏侯霸 已久出雍州 投奔了西蜀江为处 一旦夏侯霸趁机引兵前来 与龙溪杀出 洛阳威夷 那新城又当如何 吴冰远来人多良少 良进自退 然后积之 必获全胜 主公可修书一封与张特 只需 如何 守将张特 为何不详 太父有所不知 魏国法度 敌兵为城 守城将士若能坚守百日而无旧兵 出城降敌 家族亲眷皆不问罪 金太父为城已九十余日 望起再容数日 张将军定率全城军民 出城投降 金仙江侧击献杀 巧言善变 分明有诈 推出去 干 我好恨 且慢 将死之人 何恨之有 恨太父精明有余 恨张特愚拙粗鲁 何出此言 若新城守将不详 尚有一夕之宝 如今 清城而详 全城将士 死在旦夕 微言耸听 安能骗我 献出侧击如同降敌 而今守城不足百日 为主得志定斩不饶 不详是死 详义是死 这才是一将无能 累死千军 我却不信 信与不信 十日之后 定解真伪 且慢 暂且押在营中 十日之后 叫辱死而无恨 传令 暂缓攻城 是 太傅有令 暂缓攻城 走 太傅 太傅 万万不可歇兵 万万不可歇兵 高将军 身染重病 岂可外出走动 坐 太傅 此乃敌人 缓兵之计 千万不可轻信 全城 全城侧 侧急 近在此处 何患之有 但凭来人之言 怎可全信 想我军数日围攻 城北江县 破城 监敌 旨在 旦夕 倘若就此歇兵 敌军得以喘息 修补城防 整备人马 十日后再想破敌 直空难以 新城弹丸